一年一度激动人心的黑五购物狂欢节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 每年的感恩节为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 而感恩节后的第二天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黑色星期五 每年黑五的这一天 美国大大小小的商场都会推出大量的打折和优惠活动 以在年底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的促销 因此每年的11月底变成了美国人民囤货血拼的购物旺季 今年的感恩节是11月26号 所以黑五是11月27号 想省钱购物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时间买买买 随着黑五的逼近 各大商家的黑五折扣也是一波接着一波 从预热折扣到黑五当天的海报 可谓是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挑花了眼 那么今天小编就帮助大家在海量的折扣中 挑选出各家最值得买的好丢 千万不要错过这些宝藏商品哦 第一家是Amazon 如果你想买Amazon生态券的任何硬件 比如Kindle电子阅读器 Fire TV Stick 电视棒等 这通常是一年中折扣最大的时候 他们家的Apple Watch Series 6 新款给出了新低价格 原价399.99美金 现在329.98美金就可以拿下它 帮你省了70刀 同样也是Apple家的原价249.99美金的Airport Pro 无线降噪耳机 现在199美金就能买到 这款耳机音质相比上一代有所提升 佩戴舒适 并且有24小时的总续航 他们家的六夸拓的多功能电压力锅 原价是119.99美金 现在69.95美金就能够买到 第二家是Best Buy 电视最全的Deals就在Best Buy 并且现在已经陆续开始打折了 有一个专门的Black Friday TV Deals区域 比如三星70寸的4K智能电视 原价749美金 黑屋只要529美金 如果你嫌麻烦还不想一家家逛和比较的话 看Best Buy就行了 比如KitchenEd Professional 500 5夸特的厨师机只要199美金 原价可是要499美金呢 Best Buy的Deal主要是电器 包括电脑 耳机 手机 智能手表等 但是最划算的那几款电视 比如TCL75电视原价799美刀 黑屋价格是499美刀 第三家是沃尔玛 沃尔玛很实在 黑屋价真的都很好 受疫情影响 今年感恩节 沃尔玛将关门 主推网上购物并错开高峰 部分商品 美冬11月25号晚上7点网购开抢 不用排队 部分商品 美冬11月27号0点网购开抢 早上5点店内开抢 Better Homes and Gardens 不锈钢烘培工具23件套 现在只要9.92美金 不过仅限实体店购买 原价99美金的HP OfficeJet 5222多功能无线喷墨打印机 即打印 复印 传真 扫描于一体 支持自动双面打印 黑屋价值要39美金 第四家是Macy's 梅西的黑屋促销是11月24号到28号 厨房电器 家具物品 服装 玩具 护肤品和彩妆都有不错的折扣 价值220美金的两瓶50毫升的自身糖红鸭子精华套装直接6.5折 只需要130美金的价格就可以拿下 囤囤囤 千万不要犹豫 Shark NV105 轻便吸尘器 蓝色款 原价要266.99美金 现在只要79.99美金就可以买到 如果看到想要的就赶紧下手吧 不然到了黑屋 分分钟就是断货的节奏 第五家是Costco Costco可以说是每年黑色星期五最受瞩目 折扣力度最大的商家了 每次黑屋海报的露出都会吸引无数用户 许多数码类 家居类 服饰等产品都会在黑屋期间打折打到骨折 T3吹风机就是颜值和功能并存的一大代表 白色和玫瑰金的配色很大气 优雅 功能性也很好 不伤发 并且能够快速干发 这款T3雨量3i吹风机在官网的价格要卖250美金 现在只要69.99 手速慢的话就抢不到咯 Philip Optimal Clean电动芽刷与手动芽刷相比 可清除多达6倍的芽菌斑 当过于用力刷牙时 电力传感器会提醒您 还有刷头更换提醒 有亮摆和清洁两种模式和两种强度可调 现在这款牙刷在Costco两只一起买只需要64.99美金 不过 每人只限购两件哦 最后 如果你在黑屋没有买到想要的东西 可以等Cyber Monday的促销活动 Cyber Monday的折扣活动通常会持续大约一周的时间 有时候电子产品的折扣可能会比黑屋还要大 所以错过了黑屋不要难过 还有剁手Cyber Monday等着你 下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美国的各大返利网 欢迎订阅关注我们 并且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更新了 爱生活 让你爱上北美的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